嗨 小朋友 今天是星期二 然后呢 我们要做的 我们今天要上的课目呢 是Apply Cut 术心算 所以首先呢 我们要拿出你们的笔 你们的书本 算盘 还有交叉 然后我们一起上课啦 小朋友 今天呢 我们要上新的一课了 我们的Apply Cut 今天是上最后一课了 最后一课就是Chapter 7 Apply Cut Basic Skills Exercise OK 单元器的基本功练习啊 什么是基本功练习 等一下我就会告诉你哦 在开始之前呢 我们要复习这个是什么 大朋友 Big Friends 大朋友是凑足多少的 大朋友是凑足 十的哈 你的两个手掌出来 OK 你看两个手掌出来 是凑足十的啊 所以呢 现在呢 我们要看 如果加一个不够加的时候 我们就要加十 十 十在哪里 十就是在他个臂的十位 所以加一 不够加的时候呢 就要加十减九 OK 所以呢 接下来 加二不够加的时候怎么办呢 加十减八 OK 接下去 加三不够加的时候怎么办呢 所以要加十个 减掉七个 OK 所以有加一加二加三了 所以接下来就到加四 加四不够加的时候呢 就要加十个 减掉六个 OK 加五不够加的时候呢 就要加十减掉五 加六不够加的时候呢 就要减 加十减四 OK 加七不够加的时候呢 就要加十减三 加八个不够加的时候呢 就要加十减二 OK 加九不够加的时候呢 就要加十减一 但我们要什么时候才可以分辨 要什么时候用大朋友 什么时候用小朋友呢 OK 很简单的 当你要加的时候呢 你就要注意看你的小朋友推下来了嘛 OK 如果你的小朋友已经是用了 你就要找大朋友 如果你的小朋友还没有用的时候呢 你就去找小朋友 小朋友已经被推下 已经算在里面的时候呢 就要去找大朋友 OK 小朋友找不到就找大朋友啊 所以呢 现在呢 我们要一起来算一下这个 所以呢 我们要拿我们的算盘出来 OK 全部人准备好你的算盘 我们一起来算这个了啊 OK 这是老师的算盘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题啊 第一题你看这是什么 十三加十八 再加十七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先拨十三 我们先拨十三 OK 已经拨了十三了 然后呢 现在要加十八 所以我们要加十 可是你看八不够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时候我们就要找大朋友了 所以我们要加十 减掉二 因为八的大朋友是二对不对 八加二等于十 所以我们要八减掉二 所以呢 最后呢 再来加十七 所以我们要再加十七 OK 所以答案等于多少 答案就等于四十八对不对 所以答案就等于四十八 OK 所以答案就等于四十八 所以我们看第二题 十二加十七再加十五对不对 十二个再加十七再加十五 所以呢 我们首先呢 要先拨十二 所以我们先拨十二 OK 拨好了 加十七 所以我们再加十七 OK 都没有问题 最后呢 再加十五 所以我们要加十 可是五已经被加掉了 所以我们要找五的大朋友 五的大朋友就是五 所以我们要加十减五 OK 所以答案等于多少 答案就等于四十四对不对 两个四 所以答案就等于四十四 OK 好 我们来看下一题 下一题是十八加十四 再加十七对不对 十八十四加十四 再加十七 所以我们先拨十八 我们先拨十八 OK 十八是长这样的 然后呢 再加十四 所以我们再加十 四不够加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小朋友也已经被找掉了 所以我们要找四的大朋友了 四的大朋友是六对不对 所以我们加十 减掉六 OK 过后呢 再加十七 所以我们再加十 七你看够不够 你看五六七是够的 所以我们直接加没有问题 所以直接加十七 所以答案就等于四十九 OK 好 我看下一题啊 下一题是什么 十六加十五再加十二对不对 十六加十五再加十二 所以我们首先呢 先拨十六 OK 十六拨好了 要做什么 要加十二对不对 要加十五对不对 所以我们加十五啊 加十 可是五已经有了 所以我们这时候呢 要找五的大朋友 五的大朋友就是五 所以我们要加十减五 OK 过后呢 再加十二对不对 所以我们再加十二 OK 所以答案等于多少 答案就等于四十三对不对 所以答案就等于四十三 OK 这就是大朋友啊 好 我们一起来做看最后一题啊 最后一题呢 是十五加十二再加十五 所以我们先拨十五 OK 然后再加十二 OK 然后再加十二 OK 都没有问题 再加十五 所以再加十 可是五已经被推下来了 所以要怎么办 一样的 我们要找五的大朋友 五的大朋友就是五 所以我们要加十 减掉五 所以答案就等于四十二 OK 这就是大朋友啊 所以小朋友找不到的时候呢 就要去找大朋友啊 现在还有一个 哇 你看这个号码是多的了 这里有一二三四五 OK 这是五个号码 我们要一起来算这五个号码了啊 一样的 首先先拨二十六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拨二十六 先拨二十六 OK 然后接下来做什么 要加十五对吗 所以我们加十五 可是五 你看五已经被推下来了 所以我们要找五的大朋友 五的大朋友呢 就是五 所以我们要加十减五 OK 接下来做什么 接下来要减二十一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扣掉二十一 所以我们扣掉二十一 接下来呢 加四 所以我们加四 一二三四 OK 最后呢 要加一 可是一不够加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找一的小朋友 一的小朋友是四对不对 所以我们加五减四 OK 所以最后的答案是多少 最后的答案就是等于二十五 OK 对 答案等于二十五的 所以我们看下一题 哇 你看这个也是这么大的号码 也是一样有五个号码要一起算啊 所以一样呢 我们先拨前面第一个号码 第一个号码呢 是四十五 所以我们先拨四十五 OK 然后呢 再加十四 OK 所以你看这个十不够加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用它的小朋友 所以一的小朋友是四 所以我们加五减四 OK 然后再加后面的四 OK 所以这个十四已经加进去啊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要减三十六 我们要减三十六 所以你看 它下面已经不够减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推掉它的小朋友啊 所以三的小朋友是二 对不对 所以你看在减法 所以我们要把五减掉加二 OK 然后减掉后面的六 然后呢再加八 对不对 所以呢你看 剩下六个罢了 不够减了 所以我们要用它的 什么 它的大朋友 对不对 所以八的大朋友是二 所以我们加十减二 最后呢要减九 可是不够减九怎么办 所以一样的 我们要找大朋友 所以你看它在减法 所以一样的 我们要把大朋友减掉 所以我们减大朋友 九的大朋友是一 对不对 所以我们加一 所以答案等于多少 答案就等于二十二 OK 答案就等于二十二啊 OK 我们看下一题 下一题是什么 三十三对不对 OK 三十三加十三 减二十一加五再加二 所以呢我们先拨三十三 OK 我们先拨三十三啊 OK 我拨好三十三了对不对 然后呢再加十三 再加十三不够加怎么办 所以我们要加五 减二 OK 再减二十一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扣掉二十一 最后呢加五 可是五不够加 已经加掉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找五的大朋友 五的大朋友就是五 所以我们加十减五 最后呢加二 最后呢加二对不对 所以我们最后再加二 所以答案多少 答案就等于三十二 OK 看下一题 下一题是二十三加十四 减十三加八 再加五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先拨二十三 所以我们先拨二十三 OK 加十四 所以我们要加十 四不够加了 所以这个你看五还没有推下来 所以我们要先找小朋友啊 所以四的小朋友是一 所以我们加五 减掉一 然后过后呢再减掉十三 所以我们减掉十 可是你看三不够减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把小朋友减掉 OK 三的小朋友是二 所以我们减五加二 OK 接下来是加八 一样的不够加 所以我们要找大朋友 所以我们加十 八的大朋友是二 所以我们加十减二 最后呢再加五 所以我们把五推下来 OK 没有问题 所以答案就等于 三十七对不对 OK 答案等于三十七 是对的啊 好 我们一起来做看看最后一题了 三十八 减十四 加十七 加三 再加二 所以一开始呢 我们要先拨三十八先啊 所以我们拨好三十八 OK 这就是三十八 减掉十四 所以我们减到十 四不够减怎么办 所以我们要找小朋友 OK 减减法 所以我们要把小朋友减掉 减四 减五加一 OK 因为四的小朋友是一 OK 因为四的小朋友是一 接下来呢 我们要加十七 所以我们加十 七不够加怎么办 所以我们要找七的大朋友 OK 七的大朋友是三 所以我们加十 减掉三 接下来呢 我们要加三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加三个 一二三 OK 推上去 最后呢还要加两个 所以你看不够加 小朋友还没有下来 所以我们要用小朋友 加五 减三 因为二的小朋友是三 所以答案等于多少 最后一等于四十六 OK 好 今天老师要教你这个了 基本功 OK 这个是什么来的 这个就是要你自己心算的 OK 要怎样心算呢 所以你看 下面有一排号码 对不对 零到九 下面呢 你看你的书本 你可能你的书本是一到二十五 因为老师不够写 所以老师是教你一到五 OK 因为道理是一样的 等下你再慢慢算就会 OK 所以呢 一开始呢 我们要看什么 开始我们看这个什么 第一个号码是零 对不对 所以零加一 所以我们拿零 加一等于多少 零加一就等于一 对不对 OK 所以你只要拿上面的号码 加下面那一排号码就可以了 OK 接下去 这个接下去 第二排要写的号码 第二排就叫你一个 再加一 一加一就等于二 OK 所以接下去就二加一就等于三 三加一就等于四 四加一就等于五 五加一就等于六 六加一就等于七 七加一就等于八 八 八加一就等于九 九加一就等于十 OK 所以第一排就算好了 就是这样子 一直从上面的号码 然后加旁边这个号码 OK 所以一的号码算完了 所以我们算看看二的 OK 二要怎么做 二就是零加二就等于二 一加二就等于三 OK 慢慢过去的 二加二就等于四 三加二就等于五 四加二就等于六 五加二就等于七 六加二就等于八 七加二就等于九 八加二就等于十 八加二就等于十 九加二就等于十一 OK 所以二我们已经算完了 现在呢我们要算的是三了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来算 零加三等于三 一加三等于四 二加三等于五 三加三等于六 四加三等于七 五加三等于八 六加三等于九 七加三等于十 八加三等于十一 九加三就等于十二 OK 所以你看一的已经算好了 二的已经算好了 三的已经算好了 现在我们去看第四 现在到第四排了 所以一样的我们要从零开始加 零加四等于四 OK 加完零了我们就要加一 一加四等于五 二加四等于六 三加四等于七 四加四等于八 五加四等于九 六加四等于十 七加四等于十一 八加四等于十二 九加四等于十三 OK 就是一样子一直慢慢加过去 一直从直的加和呢 直的加和呢 OK 所以一样的我们来看 第五的啦 所以一样的我们要从零开始加 零加五等于五 一加五等于六 二加五等于七 三加五等于八 四加五等于九 五加五等于十 六加五等于十一 七加五等于十二 八加五等于十三 九加五等于十四 OK 所以你的书本会介绍会有六 有七有八有九的 OK 所以真的你就自己慢慢加 一样的从零 加六就等于六 一加六就等于七 OK 就要慢慢加过去慢慢加过去啊 OK OK 现在呢我们要开始上课了 我们要准备什么 我们要准备我们的书本 OK 你的足算盘 还有你的笔和交叉 因为我们要开始上课了啊 今天我们的app告示到这里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